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解题目是将浓的硝酸银容易慢慢滴入某一个含有0.1m的氯离子 以及0.1m的个酸跟离子的溶液中 假设体积的变化可以忽略 那达到平衡的时候呢,溶液内引力的浓度为1.0乘10的-7脂肪m 那此时所得的沉淀为下列合者 好,那我们在讲解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复习一下相关的概念 好的,你会在讲义里面看到这个相关于这个溶液混合的时候 是否发生沉淀的判定,相关的文字跟表的内容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离子基与溶度基常数的意义 那什么叫离子基,什么叫溶度基 好,那我们针对什么呢? 我们针对这个男容盐或者是微容性的盐类 在水中的一个反应是像这样子,对不对? 好,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离子基或者是溶度基的话是Ksp 就会等于an,a的n正次方 好,在涂调 A的n正,然后m次方,对不对? 然后乘上这个bm负的n次方 好,ok,那用这样子来看的话 这个是,这个呢,浓度都是要带什么呢? 都是要带平衡时的浓度 带平衡时的浓度 那我现在有个概念是叫做离子基 好,那浓度基的话就是我们的Ksp 好,那离子基的话我们用做Q 跟我们之前在判定那个平衡常数K的一个反应常数 Q的时候有很像的一个感觉 那Q的话也是跟离子Ksp一样的写法 我们可以对照者一样看 唯一不一样的时间点是我们的Ksp 它用的浓度是我们平衡时的浓度 那我们Q呢,用的浓度是任一个时间点的浓度 这边要注意,任一个时间点 好,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诶,平衡在这里,有写了 老师刚才写过一遍 好,所以这两个对照者看就可以了 好,对照者看 唯一的差异就在这里 这个是平衡时的浓度 好,那这两个的部分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运用 好,运用的地方在这里 第二大点,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用Q跟Ksp的大小 来判断沉淀是否生成 好,首先第一个状况是 假设你在任何一个时间带进来 你的Q是大于Ksp的 Q如果大于Ksp的意思就是说 它超过那个平衡应该要有的状态 所以它反应会向左直到怎么样 平衡 好,那就会产生沉淀 好,那如果第二种状态是Q等于Ksp 代表是已经在平衡了 所以反应不移动 好,那第三种状态是Q 如果小于Ksp的话 代表说它还没有到达 平衡的状态 好,所以融质如果融质足够 还没有到达平衡的话 那反应就会怎么样 反应就会向右直到平衡 但是如果已经没有融质的话 则不移动 也不产生沉淀 所以是否发生沉淀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种的状况 Q大于K的时候 那我们还会有一种玩法 就是选择性沉淀 所以我们的混合融液中 如果同时具有很多种的 阴阳离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适当浓度的 不一样的离子 加入混合液当中 那因为它们的Ksp的 值大小于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浓度 使离子慢慢的 先后产生沉淀 以达到分离的目的 所以这样子也会有分离的效果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概念 怎么应用在我们的题目里面 OK 老师讲解的时候呢 顺便把这个详解贴上来 那同学们听着老师的解说 看着画面会更清楚 好 今天的话题目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硝酸容易 慢慢滴入某一个含有绿离子 跟这个磕酸跟离子的容易里面 先沉淀的会是哪一个离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判定 哪一个离子会先沉淀的话 因为目前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绿离子里面 所以会有这个绿化银沉淀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各酸银的一个沉淀 好 那它产生两种状况 一种是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KSP的一个反应式的情况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各酸银的 产生这个 一点点解离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解这个题目 好 他们的KSP的部分呢 分别呢 就是等于银离子 乘上我们的绿离子 好 动到了 等一下 OK 好 那这个的KSP呢 就会等于这个银离子 的平方 再去乘上各酸银的浓度 好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要的数据 带进来里面 好 那等于说 我们要去求 它到底会不会展现沉淀 第一个 把当下的反应伤数Q给求 求出来就知道了吧 好 所以当下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说 达到平衡的时候呢 这个 呃 离子里面的这个 引力子的浓度是 1.0 乘以10-7次方m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假设1.0乘以10-7次方 是平衡的时候的浓度 好 那如果里面 已经含有0.1的绿的话 我们把它乘起来 这个时候 会得到一个答案 1乘以10-8 它的一个Q的值 是大于1.8乘以10-10 所以它会产生沉淀 好 OK 那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 引力子平衡的浓度 带进去 好 那就可以求出来说 在这个对于各酸银来讲 它的这个离子基常数Q 得到答案是1乘以10- 它是小于它的平衡常数 KSP的 它小于它的离子基常数 溶度基常数KSP 所以不产生这个 不产生各酸银的沉淀 所以只产生什么呢 所以只产生 氯化银沉淀 这个要写错了 应该只产生氯化银沉淀 OK 所以答案就要选A 好那我就讲到这边 大家拜拜